我叫孙西宁 今年49岁 我是西安级五段一名冲车组司机 我开火车已经30年了 跑了183万公里 我一共有7本驾照 中国铁路火车所有的机型我全部会开 这是我的第一本驾照 我是我们那一期里边最年轻的 竞争特别激烈 170人考试 主要17个人 23岁我们就考了司机了 那样功夫下得可不少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考动车驾照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英语不太好 动车它牵扯好多英文字母 要输入一些参数 要星期 月份这些东西 这些我都搞不清楚 我就需要的时候我就打电话问我的小孩 那时候我的小孩上初中 英语他特别好 他还说话说你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 别人下一点功夫我就多下点功夫 也说你通过了 1989年的时候我就到西安级五段 开始是蒸汽机车 我是从四炉工干起 四炉就是负责烧火 然后衣服就是脏得很 油包一样的 我们跑一趟车要往炉子里边填八吨煤 还要把炉灰清出来 劳动强度挺大 随着铁路的发展就换成了内燃机车 内燃机车就是烧柴油的 人就从铁路劳动中解脱出来 再后来就有了电力机车 比内燃机车少了柴油机 少了震动 工作环境就更好 迁移功率也大了 套多 到了09年的时候 西部已经进入了动车时代 陆续动车就多了起来 我们最早迁移的客运列车是绿皮车 绿皮车座位少人多 乘坐环境很差 没有空调 然后慢慢发展 走了直达快车就空调了 机车也在更新换代 机车的迁移马力是越来越大 工作环境是越来越好 跑的是越来越快 跑北京的时候 原来用和谐电力机车的时候 直达列车 就西安一直爬到北京 一路不停的话 就11个小时58分钟 现在动车已经 不到五个小时就可以跑到 干我们铁路自机这行呢 上班的时间跟搭班的在一块的时间比跟家里人在一块时间要长得多 然后家里基本上就只望不上我们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就是火车司机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吧 他反正上班的时间多 在家的时间就少 因为他是一名火车司机嘛 就是责任也比较大 家里的损失也一般就不麻烦他 我是对机械类的东西都比较喜欢 开火车是对速度要求很严格 保持横速才能保证不晚点 车上的仪表仪器比较多 要呼唤要手笔要眼看这些东西 开汽车就是要注意路面的一些情况 随机应变 我现在不开火车了 我现在在动车段负责司机调度这一块 分吃了一天的动车 然后掉到库里边检修 检修完以后再放到整备厂 准备第二天重新出发 建国以来 中国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有幸见证了中国铁路 从蒸汽 内燃 电力 到动车组发展了整个过程 并且参与其中 我非常自豪